大家好 我是杜李 欢迎来到MAT学院 好 我们来继续学习这个Zigby的大型项目 上一段个我们主要讲一下无线产杆网络的一些概念 还有发展阶段 特点 和以及为什么会选择Zigby技术 今天呢 我们主要来讲讲Zigby的技术初谈 也就是先稍微前面点的介绍一下Zigby技术 就先来看一下Zigby名称的由来 细心的学员可能会发现 在英语字典中其实并没有Zigby这个单词 那么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出来蛮有意思的 它来源于蜜蜂的一种Z字型的这样一种智力语言 蜜蜂在采集发文的时候 会采用Z字型的这样的舞蹈方式 来通知风情的花朵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蜜蜂的蜜蜂的这个单币 就这个依靠这种自制舞 这样的方式来构建情理中的这种这样的通讯网络 其实这蛮符合这个Zigby技术的这样一些特点 早在2002年8月份的时候就由英国的Invency公司 还有日本的三菱电机公司 还有美国的摩托拉公司和荷兰的菲特布半导地有限公司 就成立一个叫Zigby的这样一个联盟 后来还有上百家公司 芯片公司 无线设备公司和开发商加得到这个往联盟走 这个就是联盟的一个标志 这个联盟主要干什么呢 想必大家可能也猜到了 由这个联盟制定了一系列无线通信协议的这样一些标准 Zigby联盟制定的Zigby标准包括四层 就是物理层 美体法文控制层 也就是bike层 还有网络层和应用层 主要是这个四层 我这里画了一个图表 就是包含的这四层 并且也是这四层 就分别是由什么 哪个组织去定义的 就先Zigby联盟定义了这个应用层和网络层 IE802.15.4的这个工作组呢 那么定义的是那个mike层和物理层 下面我来讲一下 这个Zigby无线的这种频段 Zigby使用了三个ISM的 也就是工业科技医疗的这样的无线段 868兆和尺为这种欧洲的频段 定义了一个线道可以达到20k的BPS的传输数力 也就是20k为明秒秒钟传输 20k为这样的传输数力 那么915兆和尺呢 就是兆和尺呢 就是每百米的这种频段 定义了十个线道 每个线道的间隔是两兆 可以达到40kBPS这样的传输数力 还有一个是2.47hz为世界公用的这种频段 那么它定义了16个线道 线道的间隔是5兆 或者具有250kBPS这样的传输数力 可以看出这个那么2.4兆的这个频段的话 比前面的话 它的传输数力快很多 那么这个笔技术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首先它的功耗比较低 因为这笔传输的这种速力很低 发射功率非常的小 仅仅只有一毫瓦 而且采用了这种休眠的这样的模式 就是说它在不工作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一种低电量的这样的模式 所以这个笔设备的是非常的省电的 有人做过测算 这个笔设备 仅仅用两节5毫的电池 就能维持6个月到2年的时间 还有一个就是 所以说它的成本比较低 这个笔设备的初期的成本大概是6米元左右 现在降到了1.5到2.5米元 所以这个笔协议 而且是免这种专利费的 那么下面一个就是它的食言比较短 收手术设备的食言大概是30毫秒 休眠机博的食言是15毫秒 活动设备信道 接吻的食言是15毫秒 那么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这笔设备的通信的食言 和从休眠障碍到机博的食言 是相当的短 下面一个就是它的网络容量比较大 一个新型结构的这个笔网络 我们后面会专门讲这个网 这种这个笔的网络的这样一些结构 一个新型网络的这个笔网络 最多可以拿254个重设备和一个主设备 一个系列可以同时存在最多有100个这样的这笔网络 那么在一个新造的网络中 一个网络容量节点的数量 理论上那么就可以达到65,536个节点 且这笔网络的组成会相当的灵活 下面一个就是它比较可靠 为什么说这笔技术很可靠呢 这是尤其设计思路决定的 它采用了这种碰壮 避免策略 也为需要固定带宽的通信业务 遗留了专用这种时间的界隙 避免了发生数据的竞争和冲突 而且它的麦克城的设计 采用了确认的数据传送模式 每个发生的数据包都必须等待 其方的确认的这样的信息 假如传送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的话 那么就需要重发这个数据包 详细的过程和言理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最后一个就是这种在安全性方面 这个比较采用的是这种 刑反农移校验 也就是CNC的这种数据包完整性来做检查 并且自知见解和认证这样一些特点 采用的是AES 杀128倍的这种加密的算法 每个应用都可以跟进西奥 做这种灵活的确定其安全的这样一些属性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笔技术的这个应用的领域 当然我们讲过这笔技术的一些特点 这笔技术主要应用来这么一些场合 首先第一个 需要进行这种数据采集和控制的节点相当多 我们在这个图中可以看到 城市交通的这个信号灯的这样的检查系统 在一个城市里有相当多的这种信号灯 所以它的一个信号灯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这种节点 所以它这个控制节点是非常的多的 还有就是多数据传输的速力要求不高 第三个就是传输的外部起电比较复杂 需要设备自身做这种供电 比如在我们这个农业大王当中 它就不可能会从外部起到一些电什么的 可能就需要它自身进行这样的供电 第四个就是设备体积要求比较小 第五个就是先有移动网络覆盖 存在这样的盲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一点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切身的底会 在家里的这样的手机信号 有时候就很差 甚至可能有的时候没有信号 尤其是这样的联通的这样的信号 第六个就是应用于野外布置的网络的节点 进行一些简单的这样的数据传输 现在我们看一下就是城市交通的这种照明灯的这样的系统可能会用到这样的比较多 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智能家居可能会用到我们的这个这个技术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其实就是在农业方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农业大棚 还有一些这种农业这个栽培啊什么的 它都会用到比较多的这个这样的技术来做一些检测 检测完的信号 然后传输到我们的中空台 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作物的一些栽培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火灭 advertised 火灭 said 火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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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